然后后边定位针这个高度 这边距离为一公分或者是一手指的距离就可以 然后紧死后边螺丝 前后都是得是垂直的 紧接着调整右侧一对定位针 右侧一对定位针的话 距离间隔距离在三四十公分四五十公分都可以 根据你这个网面尺寸来调整 调整好之后 间隔距离三四十公分四五十公分 调整好之后现在开始切断铁丝 切断铁丝 按点切 切断 这个切瓷刀切瓷口张到最大 现在开始 人工用手提着这个网提着这个网 把这个压网键螺丝紧死 压网键螺丝紧死 紧死之后 屏幕上边 参数设置 设定运行速度 调慢一点 200 英文 Permint申请 这个 Set Rending Span 调整200 Enter 手动 Manual 转为 自动 Auto 启动 Start 现在为自动状态 自动创丝 Bermint申请 谢谢观看